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大梨花 这个大梨花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大 有些品种开的花都有20多厘米 想象看这么大一朵摆在你的面前 是不是非常的壮观 另外这个大梨花它还是非常好种的 把它这个快径种下去之后都不用怎么管它 它就能开出非常漂亮的花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大梨花它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花盆都可以拿来种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周型是比较高的 它的这个快径又非常的发达 所以一般都是地栽的 如果是盆栽的话就要选择大一点的盆 这个口径可以是30到50厘米 像我的这一个一盆种一颗的话 我就选择口径32厘米的空跟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种这种快径类的花的话 最好要用这种透气排水性比较好的土 因为这个快径是要放在这个土里面的 如果透气排水性不好它就非常容易辣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球根土来种 盆底加了一点这个颗粒物作为沥水层 再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花友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加入这个底肥 底肥我用的是这个醋花缓湿长效肥 这么大的盆加半包就可以 继续加 再把这个块已经取出来 这就是一整块的 而且它现在都已经是发了芽了 所以只要这样放在中间就可以 这一个是从它这个上面掉下来的 我也放在这个旁边吧 因为到时候它的这个珠型是比较高的 如果后期再给它擦一根棍子的话 可能就容易擦到它这个快径 所以我就提前把它擦下去 继续加土 先不用填太高 大概有四五厘米高就可以 等后期它的这个芽长出来之后 再继续加土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再把它搬去光照充足的地方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癒得很深 再续加土 再继续加土 是